大家好 各位早安 歡迎各位收聽今晚HowTeenLive的直播節目 第一件事就是公佈今晚最先進來的那幾位聽眾 最早進來的那位朋友是6點半 因為今天我... 我做什麼呢? 我早上又打機 下午睡了很久 終於拖著拖著弄到6點半才公佈今晚的直播連結 最先進來的那位聽眾是Building Force第一位 他很囂張 又是第一位 第二位是The Reviewer第三位Stephanie Yang 第四位阿仙 還有第五位的Jam Choo 恭喜剛才那五位聽眾 但願未來這星期上帝的恩典和聖靈的感應就是 常與剛才那五位朋友常在 第六位就不是粉皮 我簡直見不到粉皮 我想他今天簡直錯了 可能約了男生出街 我私以而可能是 今天晚上我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題目的 我可以回答一些信仰信箱的問題 我清一下清一下 我發現現在我清到還有二百多題 所以比起全盛時期的四百多題 其實已經清了很多 而且我在網上看到有些人都會去教會的網頁 去問一些感情問題 但是有些教會設定了 但我看到沒有人回答的 我看到有個人自己在套苦水 講很多私隱的秘密 然後沒有人理會他 那待會我們可以去看一兩題 那些這樣的問題也都可以 又或者我們也可以看看聖經裡面 講耶穌出生的一些故事 講些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純粹看那個故事 是怎樣的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件事 因為通常你回教會 講一些耶穌出生的故事 是他自己講自己的版本 不是聖經那個版本 是嗎 聖經那個版本 聖經講耶穌出生的故事 是很複雜的 其實是分開的 你等一下會講 是嗎 看心情 講我沒聽過想聽 這些 但是這些東西我覺得是不用講 你自己拿本聖經就這樣看 不是 我不知道分別是什麼 你講一下可能會講到 咦 我不發現 這樣 OK 這樣可以講的 這樣可以講的 那就是這幾件事 歡迎在checkroom的聽眾 我看到有葉詠欣 Henry 漢凱人 粉皮 Joshuolo SGL Julian Big John Wick Elon God 還有Peter Cole 等等 還有Bamboo 歡迎各位 OK 我看到粉皮在這裡 但是他 早點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我覺得 現在粉皮 他可能很囂張 他已經獲獎無數 好像當年的譚明倫 他已經宣布不獲獎 那些 首先粉皮 他已經不跟別人爭 頭五位 現在他再進一步 甚至不跟你們這些 齊頭玩 直接不參與 第六位 我覺得他可能有點驕傲 我感覺到是會這樣 是嗎 贏得多都沒有人 贏得多都沒有人 都是 而且其實不是真的有人真正挑戰到他 有時候 東仔他偷雞 拿一兩次 但是 從粉皮的角度 他不是第六 第七 我覺得 沒有人威脅到他 所以他自己都玩到門 又或者他認識了男朋友 我覺得是這兩個可能性 我覺得 是沒有 從排除法的角度 沒有第三個可能性 只有這兩個可能性 我覺得是 是嗎 OK 好了 那 那 我 開始的題目 應該說什麼 先 如果有人想召入 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 在那個 在那個 Skype那裡 找我 OK 那就是 How to life Hik Jowt I N L I V E 你留言告訴我 你想召入 那就OK 但你不要直接召入 因為我的電話響 很吵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第一個題目 應該說 哪些 哪些 你原本想說 我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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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沒有想 那你講聖經 聖誕節那個 講聖誕節那個 OK 耶穌出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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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但是 就這樣看 真的 你看啊 你看一下 OK 那我 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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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有個 游泳 按錯 你看一下 不過 應該是這個 OK 但是 大家都看不到 這麼小的字 像是正式 滴 斷 不可以擋 那個 不可以擋 那個女生的樣子 媽的 我打橫的電話都看不到 那沒辦法,女神樣子 聽眾自己揭聖經 我們首先看馬太福音 因為他都有前後,但我們只是看 聖誕節相關的那一段 真正是說那些人相信是跟耶穌出生有關的故事 其實關於耶穌出生的故事 只有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有的,所以只有兩個故事 我不需要說這個版本出來 大家從小到大在教會裡都聽人怎麼說那些聖經故事 這些我之前都類似說過 但沒試過大家一起看經文 有些人教一下怎麼看聖經 其實看聖經很多時候 如果你看到很深入,很認真 就要認識一些方法 那些什麼方法 原文是很基本的 但這些對於那些 真正超認真的人 就是這樣 一般人其實都不需要 你沒有那些 你不認識那些 你就不要說自己是專家 我覺得是這樣的 你自稱是一個專家的最低門檻 有些人當 那個人懂原文 就是很厲害 不是,那是最低門檻 那個是 the basic of basics OK 但是你不是只有專家的那些 你才可以看聖經 了解很多 所以你不認識那些 就這樣看聖經 也可以了解很多 但是你要真的看聖經 有些人 他不是真的看聖經 他的眼睛看著聖經 就是他看著那些字 他讀過一些 在口裡讀出來的那些 就是那些 經文的內容 但是在他腦裡組織出來 就不是聖經的內容 就是他在他的腦海裡 組織出來的那些 可能是他從小到大 例如看電視 聽詩歌 又或者在教會那些人 summarize 給他那個聖經的版本 可以跟聖經 他原本說的東西 是很不同的 可以是 兩樣東西來的 OK 所以我覺得看聖經 這個是廢話 但是看聖經 要學看聖經 首先就是 你要真的去看聖經 但是你不要以為 這件事其實是困難的 其實是 因為大部分人 如果你是有興趣去看聖經的話 其實你從小到大 聽人說聖經 是聽過很多 有時候 就是你一邊看聖經的時候 但是 你腦海出現的 只是你從小到大 聽過一個的版本 不是你現在看的 所以就 不讓那些回憶 不讓那些記憶 去蓋過了你眼裡看的東西 其實都 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都是 OK Anyway 我們首先看馬太福音那個 他說的故事就是這樣的 他說當希律王的時候 這個故事裏面有希律王 耶穌出生在 那一個百利行 然後就說有幾個博士 這個是翻譯的問題 有些人就說那些不是博士 有些人說過版本有幾個黃 這樣 這個黃是最離譜的 因為它裡面根本沒有黃的字 OK 那個不知道怎麼流傳出來的 東方來了幾個黃 那些 那些已經是老作了 那些已經是 那他就譯做博士 這樣 博士都OK的 就是他們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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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有用的知識,你可以說他們是博士,但是他們是博士and garbage Anyway,有一些博士在東方那裡沒有說多少個,就來到耶路撒冷 為什麼呢?因為他說在東方看到他的星,然後跟著那顆星來拜他 然後那個希律王聽到有件這樣的事,他就不安 然後耶路撒冷合成,都不安 然後他就叫一些人來,問那些人,那個基督他會在哪裡生在何處 然後那些人就回答他,就是根據聖經講,就應該會在百里行 如果聖經講的是真的的話,然後希律就叫那些博士來 然後我問過那些人,聽說他會在百里行,你們在找那些人 那你們去吧,你看到如果有料到,就報給我聽 然後那些人,那幾個博士聽完,他就去 然後那顆星就忽然在他前頭走,就是突然要動那顆星 然後去到那個小孩的地方,就在上面停住 然後呢,那個經文就說他們進了一間房子 OK 他是進了房子,不是馬曹,就是馬太空有沒有馬曹 OK,他們進了一間房子 OK,那就不是很確定 那個是不是一個baby Jesus,他說是一個小孩 這樣,就是一個general,就是一個幼童 這樣,未必是一個BB 他沒有說過,說他是馬曹 那幾個博士,他們進了一間房子 OK,那是一間房子 OK,然後就獻禮這樣 然後呢,那個希律叫他回頭報料,但是他們沒有回頭 OK 那他們,然後呢 有一個主的使者,就是天使那些 那樣,就在約室的夢裡面顯然 就是叫他帶那個小孩 就是耶穌和他媽媽呢,就離開,就逃往埃及這樣 住在那裏 直到呢 就是因為那個希律,就是他要殺那些b 那所以呢,就是你們逃難這樣 OK 其實這個是What would Jesus do 有危險的時候應該走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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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突然想到,這個算是WWJD 哈哈哈哈哈哈 OK,那就是他們漏夜就走了 然後呢,那個希律呢 就是看到那些博士沒有回頭 那所以呢,就叫人呢 在那個白利行呢 就周圍殺那些男孩 OK 那些2歲以內的,就全部都殺了 那樣,就是其實他這裏這樣 他殺2歲以內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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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刚刚出生的B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学者 他认为在马太福音说耶稣 那个故事未必是他刚刚出生的故事 好像马尼亚他打大尺烈 刚刚才说耶稣出来的池带还没剪 那几个人突然冲进来 是不是献礼物 未必是这样 起码希律说他目标是两岁以来的 不是说两个星期或者两个月以来的 他叫他杀那些B 在马太福音里面 有些像耶稣像是一个新的摩西 即是类似摩西那个BB那时候的故事都是类似 即是杀那些犹太人那些的蓝鹰 但是他自己就没有死 然后耶稣就在这些混乱过程里面 就是他是一个生命 即是他没有死 他逃难去了埃及 即是有一些这样的关系 后来那个希律就死了 然后天使就通风报信 那些人说给那个药室听 就是你可以回到那个以色列 因为追杀那个小孩 那个人就已经死了 所以他们又回到以色列 所以有一段时期 根据马太福那样说 他们曾经住在埃及那里去逃命 这样的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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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特别有提到 说 就听见亚基罗就接着他父亲希律 就是做了犹太王 OK 那所以呢 其实在因为在那个 就是在真正那个历史里面 就是那个希律 就是有几个希律 所以有时候上主学 或者听到会说什么大希律 就是那些这样 就是他 就是所以他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他原本那个希律 就是那些叫大希律 那个那个 他就 在他死了之后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犹太地 就是那个 以色列 那里就是 割开几份 然后呢 就分了给他 一些儿子去管核 这样的OK 那就 有个叫 这里提到 阿基佬 就是 Herod 有个叫 Herod Antipas 有个呢 就叫做 Herod Philip 就是他们管核不同地方 那样的 那就 那个 Herod Philip 和那个 Herod Antipas 他们呢 就叫做 Tetrarch 就是他们呢 就接到 就是他们是四分一的王 Tetrarch Tetrarch 他们 就是有四分一 那 阿基佬呢 阿基拉奥 他呢 就是他那个位 就叫做 Ethnak 就是他佔那个位置 是多些的 OK 那这里提到 那个阿基佬呢 就是那一个 那因为他这里有提到 阿基佬 就接着他父亲希律 做了犹太王 那你就知道呢 一开始 说那个 当希律王 的时候 他是说的 就是大希律 就是那个 OK 所以呢 这个故事 就是说 刚才我说了 那些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那些 主日学啊 那些 就会说 就是那个 耶稣呢 就是他出生 那个年份 是吧 应该呢 就是公元前 第四年 那样 就是那些人 会画在那个界 画到公元前 第四年 就是因为 就是在历史里面 就有很多 有很多故事啊 有很多记载啊 讲那个大希律的嘛 那我们就知道呢 大希律呢 就是公元前 第四年死的 OK 所以呢 如果这个故事 是讲到 就是大希律 他还去追杀 那个耶稣 那就是耶稣 他出生 就在公元前 第四年之前 因为那个人还有大希律 之后他都已经死了 是吧 所以呢 就是 那个界呢 就会画在 4BCE 那一年 就是 那个原因 就是 就是这样的 但是理论上 应该可以再早一点 就是可以推到 因为他那里 讲到 就是 如果你就这样看 这个故事 没有说 耶稣是个B OK 那他当时的房子 不是在马曹里面 OK 那就是那个希律 就是他追杀那些B 就是 两岁以下的 OK 所以就是 这样 OK 那这个呢 就是 马太福音的故事 嗯 另外呢 那个呢 就是在 劳家福音 OK 劳家福音那个呢 就没有那几个人的哦 就是没有那几个博士 这样的哦 OK 那他这里 说呢 就说 当那些的日子呢 就 就 海撒奥古斯都 就是Cesar Augustus 那么呢 就有指意下来 就叫天下人民呢 到 报名上策 就是做那些Census 香港都有做Census 那么呢 那他说呢 他有 有开名哦 他说呢 这个呢 就是 Cirinius 居里 柳 OK 做 居里柳 做 那个Syrian Syrian Governor 的时候 就是他第一次 做 就是这个Census 那样 那么这个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年代 OK 因为他 他 他不是说希律 因为他 马太福音 他一開始說希律王的時候,他這裏不是說,他這裏說居里柳,做敘里亞巡婦的時候,Quirinius是一個什麼人呢? 就是說那個故事,剛才我們看希律王,他自稱王,他也不是自稱,也認可的,總之大希律他死了之後,他就把他的土地分給他幾個兒子 其中一個,馬太福音有提到,就是阿基勒,希律阿基勒,那個阿基勒,因為大希律他公元前第四年死了,所以他由那一年接掌一些土地 但是那個人,雖然他幾個兒子裡面,他分得最多,但是他是最廢的,他廢到被人解僱了,這個人,你知道嗎? 所以他去到公元後,第六年,其實他被人解僱了,接他,鵬那個,就不再是希律的子孫了,他心想到那些人,不要搞,所以羅馬就找回他自己的一些人,就是這個 這個Cyrenius,這個不是猶太人,不是希律那些人,也不是希律那些人,這個是一個羅馬,appoint的人來的,Cyrenius 那他就接了那個阿基勒那些土地,OK? 就是自己拿回,OK?不靠你們Herod,你們這些人都不是老的,這樣 那所以呢,他這裡說的那個故事就是這個Cyrenius,當年他可能新上任,這樣 然後他就第一次做一個Census,他做這個Census的時候,他就提到那個約室 就要回去那個白利行去做這件事,這樣,那他就跟他老婆,所聘之妻馬利亞,就一起去做這件事 那時候呢,馬利亞他的身孕就已經重了,OK?可能就是重了好像Maria Codero那些 那他就去,他有了,但是還沒生得,就是他在這裡說的故事,就是他的時間變得不同了 其實就是,耶穌是在Cyrenius上了任之後,他都還沒出生,OK? 就是馬太福音他講的故事呢,就是耶穌,他就在公元前第四年之前出生的 就是他在那個大喜律死之前出生的,那路加福音講這個故事呢,就是耶穌在公元後第六年才出生的 因爲這個Cyrenius是公元後第六年才是掌管過一些地方,才是takeover那個Kilaos的,OK? 那他有個context,就是因為當時有這個census,可能很多人就有一些移動,有些travel這樣,所以就搞到當時想找地方 那些地方,客店裏面就沒有地方,所以就把,就生了個B,然後就找些布捲起來,就放在馬曹裏面,OK? 就是,如果是說到要馬曹裏面的話,就其實只有盧家福音就提到,馬太福音是沒有提過的,OK? 然後就提到在野地有些牧羊人,OK? 然後就有天使跟他們說,就是向他們報大喜的訊息,就是那些這樣 那就是,那個馬太福音沒有的,馬太福音首先不是牧羊人,那些是博士 也都沒有人跟他們,沒有天使向他們顯現的,只有星的,OK? 然後就有一群牧羊人,他們就沒有看到星的,OK? 他們就是有天使跟他們說,OK? 告訴他們,就有個B包著布在馬曹裏面,這個就是那個的記形 然後那些牧羊人就聽他們說,然後就去找,在馬曹裏面就找到,他們沒有星的,這些人 但是很多時候那些故事是撈亂了,就是那些牧羊人看到星,或者那些博士去了馬曹裏面,那個博士去了那間屋 有齊的,其實,去到,怎樣有齊? 就是又有博士,又有牧羊人,幾款都有,幾款都有,我的意思是 就是它撈亂的方式有很多種,OK? 看到星那些是博士,看到天使那些是牧羊人,OK? 但是有時候它會撈亂的,就是例如,那些博士,它看到那顆星, 跟著有天使跟他們說,去那個馬曹裏面,就是這樣混合了 但是它那個故事裡面,其實是沒有混合的,就是馬太那個故事是這樣, 路加那個故事是這樣,OK? 就是一個去了那間屋,另外一個就是去了那個馬曹,OK? 那些牧羊人,它之所以會知道耶穌是耶穌,是因為他們不是因為跟著那顆星, 然後去到那個位置,就是他們不會觀星的,而是那些天使告訴他們 就是有一個,就是有一個B,在馬曹那裡,異應了,OK? 馬曹是給馬睡的,但是那裡竟然有一個人類B,那就是那個就真了 然後呢,就是他們透過這樣,就是找到那個B的,OK? 就是他們看到B,然後就周圍跟別人講,這樣,這樣,這個就是那個 魯家福音的故事這樣,OK? 那樣,就是那個.... 但是通常都會撈亂,通常都會搞在一起,其實兩個故事都很不同 牽涉到人物、時間、地點都不同,有共通的,也有講百里行 有些是惡,有些是馬曹,怎樣認B,是罪性,還是聽天使去找馬曹 我也是第一次這樣兩個一起聽,兩段一起 但是我想問一下,譬如那些人,我有聽過一些反基督教,說基督教假的人 其中一件事就是兩邊說時間不同,是怎樣呢? 時間不同,所以是留的,現在我就明白了 什麼時間不同,一個就是公園後一個公園前的位置 有些學者一直都知道這件事 一直都知道這件事 例如有些學者就認為,其實有些學者就認為,那個應該路加那個比較貼近真實的 那他那個,那個大複雜,我不想說,還有我之前其實有說過,所以我不再說 但是有人說過,他比較,就是路加那個比較貼近那個馬曹福音 就是他會寫到這樣,就是因為他想故意把耶穌刻畫到好像一個新的摩西 所以他的故事說到,就是他去埃及,然後他給一個原因去埃及 他就說,有一個希律是這樣做 對那些人來說,那個大希律就比較像一個會做這些,是一個比較殘暴的人 因為他連自己的兒子都殺了很多個,他殺自己老婆殺自己的兒子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說他殺B,其實這樣屈他其實是OK的 但是複雜的,我不詳細說了,我之前講過 大家找回那集來聽,你看聽眾說這一集,很有娛樂性 角色有趣,故事有趣,說故事的聲音好聽 他主要都是複雜色,他也是複雜色 他也是複雜色,但是這些不難看到的 但是其實是,例如在路加福音 那些人去那間屋去找耶穌,你不需要懂原文 那些翻譯他也是這樣說的,其實是 馬曹那句字從來沒有在馬太福音 那個耶穌出生的故事出現過 你不需要懂原文,你懂中文就可以了 但是有時候,你雖然是,但是你看的時候 你是很容易會視而不見,是不小心 就是他們去了馬曹,你很快就會把那些東西混在一起 所以你就這樣看都可以看到的 剛才我是補充一些,例如誰什麼時候死 補充一點點那些,但是其實你不知道那些 你就這樣看他在文字上說些什麼 其實你都留意到,好像有些不同 一邊又在說,那些博士去了間屋 追殺的B就是兩歲以下的B 另外那邊就是,那些真是B 好像說到耶穌用東西捲起來,放在馬曹 好像真的連那個池帶都還沒有切出來 其實相當不一樣 我知道為什麼,你剛才說明明是就這樣看字就明白 但是大家都會overlook 第一,因為通常教會讀經文 聖經講崇拜的時候就是講一節經文 不是每個人都會去兩邊一起看 第二就是其他人都是,可能他看了一節之後 通常大部分 那些人都會兩邊一起看 那些人不會兩邊一起看 但是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就是 他們當,他們只是當 在聖經裡面看到的東西 或者這樣說,聖經裡面那些東西 就是對他們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aspect 是一個歷史 歷史 歷史只有一個版本 ok 所以他看兩個經文的時候 他很自然就是,我要把這兩個東西 擺在一起 因為在歷史裡面只發生過一個版本的事 所以他就要把兩個東西擺在一起 ok 當你要把兩個東西擺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你把兩個故事擺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出了第三個故事 而不是第一個故事加第二個故事 而是第三個故事 ok 就是 故事一就是故事一 故事二就是故事二 你把它兩個擺在一起就是故事三 不是一加二 ok 就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就是很多時候的一些事情 ok 就是 不是說不可以 但是你第一步 你是不是應該看清楚故事一和故事二 先說什麼呢 就是當你在你把兩個東西擺在一起 你首先知道 你究竟把兩個東西擺在一起 ok 你之後可以 可以 ok 但是就逐步來 不要急 但是 通常人就沒有這樣的耐性 就是一來就說一個版本的東西 ok 就是這樣 然後就把很多東西 擺在一起 ok 混淆 然後有久而久之 ok 我明白了 這樣 是 很多的 就是 看那些畫 擺設 畫劇 那些 聖誕卡 那些 博士 中了入馬曹 那裏 在馬曹那裏獻禮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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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屋子那裏獻禮 是吧 去馬曹那些是牧羊人 沒有說過那些博士去了 馬曹那裏 那裏 是吧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所以他講的那個故事 不是一個聖經故事 是一個第三個 他 在他 認知在他們想像中的另外一個版本的故事 是吧 是吧 阿亨利說他 撈來做賴尿牛丸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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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就講完了 講到這裏 ok 那我們去休息一下 先 我們現在先聽一首歌 先聽 好 歡迎各位 繼續收聽今晚的直播節目 ok 好 接下來我們那個話題 就可以 我給阿夫人選 我可以 答一些信仰問題 我選一些 又或者是 在網上有一些感情問題 是吧 有問題先 就是你打一陣 打一陣 打一陣先 是吧 你要我回答的嗎 是 是 是啊 是啊 那你回答了那些正經 好啊 ok 那些不是很正經的 ok 哈哈 Jerry問啊 這個星期再買一次廣告裡面的麵 是不是還可以賣 當然有啦 螢多嘛 那些 不是啊 那些叫做印尼 那些叫做 是嗎 印尼 欸 Gerry是甚麼 馬來西亞 是兩個東西 是印尼 是兩件 OK 摟 OK OK 印尼麵來的 Jerry 你去找一下 超好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馬來西亞是常吃甚麼 即食麵 但是 不過我很多吃過吃過 即食麵裡面裡面最好吃 ok 就是你吃 全nen的質地 但新辣麵的味道不好吃,我不喜歡這麼辣 Jerry說馬來西亞又賣,那你剛才又問 她即時不知道那個是盈多 但廣告說明是盈多,吃盈多撈麵 盈多即食撈麵,好味又是盈多 你有聽過嗎?怎麼搞的? 什麼?吃吃吃盈多撈麵 她說因為翻譯是這個 印多撈麵,OK,OK,OK,Alright,Alright 原來有不同的翻譯,印多撈麵 超好吃,我第一次吃的時候,我很後期才吃 因為原上高登,那些人經常說盈多很好吃 但我很久很久都沒有吃過 我後來開始做烤天多 接著有聽眾傳給我吃 我面對是誰 有一陣子有很多聽眾傳給我吃 聽眾傳給我第一次吃盈多撈麵 一吃第一次,簡直是開我眼界 人生的宇宙立即是不同了 好誇張 真的超好吃 那些排行,那些排行 那些排行,我不相信 那些排行經常說白咖喱那些麵 全部都不及盈多那麼好吃 盈多是最好吃 其他那些是走開的 在我心目中排第二那個 It's not even close 它是明確的No.1 是驚為天人說的沒錯 It is so good 如果有聽眾竟然沒有吃過印多撈麵 如果有聽眾沒有吃過印多撈麵 或者盈多撈麵 Educate yourself Go out and buy it You have to try OK Jerry說來Patreon贊助烤天食麵 現在的世代不同 現在有Patreon 因為以前我沒有 以前那些聽眾是流行直接寄給我 整盒零食寄給我 以前 OK 那我們就回答一些信仰問題 OK 信仰問題 正經 現在正經 不要說撈麵 OK 我們說聖經 OK 講聖經 OK 第一題問題 OK 第一題問題 這個問題是厲害的 他就說 為什麼在舊約聖經那裡 上帝處處都偏幫那些的以色列人 這樣 夫人你覺得有什麼意見 我不認識 你不認識 因為很多人幫我 在信仰信相回答問題 因為他見過我 這麼多年都不回答 這個人都不是路 他自己幫我回答 通常那些回答都不適合我 但這個回答得非常好 這個又在聽眾這樣回答 為什麼鹹蛋燒人每次都要拯救東京 哈 Hahaha 哈哈 可能都是的 可能都是的 那麼 那些都是什麼 哈哈 那些都是什麼 因為 而且他的用詞也不是很準確的,是偏邦,未必是偏邦 可以說是特別關注,但是很多時候又不是偏邦,而是額外嚴格就有 很多時候我覺得是,但是如果你說為什麼《舊約聖經》 例如為什麼經常都很習慣說那些猶太人,原因很明顯是因為那些東西是猶太人寫的 OK,那這裡就有另外一題,就是說 那一題答完了,答完了,不是怎樣? 紅蛋超雲都出來了 他說他回教會有個傳道人在傳道人那裡聽 他說那個傳道人說《以塞亞書》有66卷書 就是跟《新約加舊約》的數目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新約加舊約》就是66卷書 還有《以塞亞書》的寫法跟《聖經》也是一樣的 《以塞亞書》最先的39章是關於律法的 即是跟舊約相似 那我想問這樣解釋是否合理呢? 以及你是怎樣看過《以塞亞書》呢? OK 那麼,那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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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第一個問題就是《以塞亞書》 就是說有66章 就是說有66章 但是那個... 那個分章節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嘛 OK? 就是那個不是... 66章... 就是分... 就是OK 就是他裡面那些文字你可以說是《聖經》 但是他哪一章... 多少節怎麼分 那個不是《聖經》的一部分 那些是後來的人加上去的 OK? 所以呢,如果那個傳道人... 就是說有什麼神奇力量 或者是... 就是那個... 那個... 聖靈的啟示 那他就不是啟示那個... 那個... 《以塞亞書》 《以塞亞書》本身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OK? 就是...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想... suggest... 就是有這些... 這樣的... 聖靈感動啊 或者聖靈感印啊 那些... 那些... 他影響那個... 就不是《以塞亞書》本身 而是... 然後... 就是... 後來... 抄寫那些... 那些... 的... 信徒... 就是... 他們是加那些下去的 OK? 就是受聖靈啟迪那些... 那些... 那些人... 就不是《以塞亞書》... 原本那些... 的... 作者... OK? 所以呢... 就... 首先就... 這個... OK? 那個... 分多少章... 不是... 聖經的一部分來的 那些... 那些... 聖經的那個... 數目... 都是啊 因為... 就是... 你現在那一本的... 例如你家裡那本NIV啊 又或者是... 和合本啊 就是... 它就有... 66... 66卷書而已 但是歷年以來... 就... 就... 不是這樣... 例如... 例如... 你那本《舊約》 講... 你那本《舊約》 有39本書 這樣... 那些的... 猶太人呢... 他那本《舊約》呢... 跟我們那個...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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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舊約》 有多少... 他們的《舊約》就有多少... Exactly 一樣... OK? 但是呢... 他們不是有39本書的... 就是... 例如... 就是... 那個... 那個... 《薩母爾記》上下... 《烈王紀》上下... 《歷代志》上下... 他們是... 就是... 一個《烈王紀》 OK? 他們沒有分上下... 所以... 他們... 那些... 書的數目... 是... 不一樣的... 其實是... 那些... 小仙之書... 那些... 有一些版本... 就是... 它是合在一起... 當一本書... 那些數字... 我之前有段片段... 是說過... 就是... 那個《舊約》的《安德》... 那個《舊約》的《正典》... 那裡邊又提過... 那... 那...我不重複了... 總之... 是不一樣的... OK? 那... 所以呢... 那... 那... 也... 也不可以當是... 那... 就是... 那... 那... 就是... 那... 就是... 那... 《以賽亞書...》 最先那39章的写法是关于律法 OK 我不知道他怎样看到那个以赛亚书最先 以赛亚书第1-39章是关于律法 他是一个statement,他说到好像是一个事实 但是他怎样关于律法,我不明白 如果你说以赛亚书 1-39章是关于律法,那其实是整本圣经都关于律法 你可以说到是,但是以赛亚书他不是律法 如果你可以说他关于律法,那就所有书都是关于律法 但是他本身就不是律法 他的parallel是这样 1-39章是关于律法 跟圣经里面的第39本书是类似,就是他九日 他说相似的parallel是这样 OK,我不觉得以赛亚书第39章是 跟律法有直接的关联 而《旧约圣经》呢 他也不是全部都是律法 例如那些摩西律法 摩西五经 他里面只有一部分是真的律法 OK 但是他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其实是跟 律法的那个体裁 相差很远 那些诗篇,牙哥那些 我不知道他的parallel是怎样 但是有些信徒是会这样的 对他来说 OK 旧约就是律法 但是 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我觉得 他说之后的二十七卷书是关于恩典或者耶稣 就是跟新约相似 我觉得这些是穿坐扶会 他说得好像很神奇 但是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不必要的 我觉得 本身已经信圣经的人听到这些东西就会觉得很过瘾 他说好像很厉害 但是我不相信有 有些人是中立的 一听到这个 是的,真的很厉害 从今天开始 我要信圣经 我不觉得会有这样的人 所以他这个 这样的说法是不必要的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是不 helpful的 这些这样的说法 我只是会令人觉得 好像 不是很妥 我想问问题的那个人 他自己也觉得 不是很妥 如果不是他不会问 对不对 OK OK 那么 其实 但是如果你说是 学术界是怎样看 那个以赛亚书呢 他就不是说 说 律法 然后 然后 其他那些 那种 凯文丽 他说 1-39是宅备 然后后面那些安慰 我觉得这样 都 我不知道 我觉得 麻烦地 我这样说 我不知道 但是 那些学者是怎样看呢 他呢 有很多學者會覺得二塞亞書其實不是一本書一次過 由一個人寫完,是有分的 一至三十九,那些人就叫做First Isaiah 講比較多審判那些 後面那些四十章起,有些叫做Second Isaiah 即是二塞亞二書,又或者有些人就再分多一段 叫做Third Isaiah,即是二塞亞三書 他覺得這幾部分是不同的 那他頭那一段,就是講 那些上帝的子民做了一些不恰當的事情 然後去到Second Isaiah的時候 就是Second Isaiah就是講很多 講關於回歸的,關於回歸的事情 即是他們被人扔掉去 離開那個的英許地 即是講他們可以回去,即是講這件事 有些人就覺得Third Isaiah 就是講那些,會起條highway 就說,即是他們會去回歸的 然後去到法律上面 就這樣說 所以他第二 即是Second Isaiah那一段 就說很多 就說很多 有很多部分 因為那個新約聖經都有quote ok 我不會陪伴,但是他們說那些會起一條highway 他們會很快地去,有一個很快的通道可以幫助他們 從這裡離開英雄地的地方,回到他們的homeland 如果學術界就是這樣去理解這些事情 他們從秘魯和回歸不同時期,有一些不同的信息 保存在意塞亞書裡面,那些人是這樣理解 那些學術界的學術有三個人寫 通常那些學者不會說一個人寫 很少說哪一本書是誰寫 Joshua,我想他混淆了 他不是說有三個人寫,而是說有三個群體 他在不同的時期,就是醞釀出來 通常那些人說不是那個人寫,是那個community 就是他去寫那樣東西出來 通常那些人說是一個community 不是一個人寫著一條人,無論如何 這個就是有個人問,有名字 這個人留了名字,他說JustinTV真心問 你真心是否覺得雞蛋能夠戰勝高場 有個人這樣問 這個跟聖經沒有關係 夫人你有沒有意見可以對方 大概是在聖經問題那裡問 我不知道 什麼都有人問 我不知道他想問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想問什麼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這樣問我問題 我不知道他背後在想什麼 是我的意思 我知道他字眼上知道他問什麼 但是實際上我不知道他問什麼 但是他問 你是否真心覺得雞蛋能夠戰勝高場 但是如果你要支持那樣東西 必須要戰勝什麼什麼的時候 你就只是一個勝利球迷 其實是 你是在說那樣東西 你可以 覺得自己贏了一份 然後你才是支持那樣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不是這樣 其實是 你支持那樣東西都可以輸的 在某個時期 例如如果我出生在哥伯尼那個年代 我覺得哥伯尼對 教會不對 在那個時候 是輸的 在那段時期 確實對 但是不代表那樣東西 不值一撐 不是真實 這樣 是不是 不是說真實 就贏硬 這個世界的東西 是不是 所以就是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他問 其實是 對 但是我 志在說完他這一段 那我就可以刪除他那一個問題 OK OK 是 先 這個就是 有人說 如果有人 是作出虛假的見證 以便獲得其他人的奉獻 那就是應該怎樣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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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你回答 這個跟聖經無關 這個問題 聖經無關 我先說一次 嘩 那個 當初那個 那個人 在那裡聽著 誰啊 Justin 他說 之前很久 影片 引申的問題 他都不記得為什麼要這樣問 那條問題是他問的 已經很舊的 但是為什麼他會記得自己問過 這麼久 因為有名字 你剛才有讀 然後他就突然問 他自己都不記得了 為什麼要這樣問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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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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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完 為什麼要這樣問 哈哈 但是你照樣很少說的 是什麼 說什麼 雞蛋糕場那些 我不知道 哦 我不知道 啊 不過我想他不記得了 因為已經搞很久了 阿Justin 你記不記得多久了 我應該很久了 應該 OK 好 你剛才叫我問什麼 如果有人作出虛假的見證 那應該怎麼做 現在經常都有這些情況發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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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 刀爆他 哈哈 他作出虛假的見證 然後是騙人奉獻 那就是一個欺騙的行為 那不是應該要說出來嗎 不是要刀爆他這件事嗎 應該 是的 應該 應該 他的問題 為什麼 有什麼需要掙扎呢 就是有什麼需要問 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就問我問題 但是看完問題 不是很明白 他 背地裡 究竟你想 問些什麼 是吧 所以我不知道他想怎樣 其實是 是 理論上你應該刀爆他 是吧 如果 但是 即是理論上是 但是 你又要 嗯 即是你也要有 即是真實有證據才是好 又要 是吧 你不要亂刀別人 是吧 OK 但是原則上 是 應該好像 夫人這樣說 你應該刀爆他 是吧 讓他不要害人害物 是吧 尤其是 如果那些 是 教內弟兄 那些 是呀 因為他 會被其他人踢爆的 是呀 這些事情 所以 如果你是在 他被其他人踢爆之前 你首先用基督徒的身份 踢爆他 OK 那個傷害呢 反而 可能是 沒有那麼大 其實是 是吧 因為 教內 踢爆 但是 但是 你又要 make sense 不要亂踢人 是吧 現在很流行 亂踢人 以為自己很聰明 有insight 你真的要想清楚 你不要不覺意 屈了人 這些嚴重指握 是吧 是吧 但原則上 是對的 是應該的 是吧 是吧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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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說 借飯祈禱 有沒有 那個聖經根據 他說 現在沒有借飯 又開餐 是不是最大 極到好像被人捉奸 那樣 會被人恥笑 他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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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他身邊的人會不會恥笑他 應該不會吧 其實 應該不會的 因為他 因為他會這樣恥笑他那些 就在心裏 心裏面 恥笑 不是 他說恥笑 是沒有借飯 就開餐 沒有借飯 就開餐 那 那 我覺得反而應該是非信徒 可能就會說 就是 用來串 你的基督徒 就是 喂 你沒有借飯祈禱吃飯 那你可以挑戰他 那你可以挑戰他 聖經哪有講過 這樣 你可以挑戰他 但是 如果你是說 你沒有借飯 就開餐 會不會被 會不會 會不會被 身邊那些基督徒 為難你 就是這樣 被他恥笑你 應該是不會的 恥笑這些事情 是我才做的 那些 扮得那樣很熟靈 那些是不會的 他會在心裏面 就是很苛刻的 是不公平的 去批評 對待你 在心裏面 但是他不會 演出他的樣子 演出出來 我相信 但是其實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的圈子 其實我認識那些 我認識很少人 我剛剛想問你什麼圈子 我沒有圈子 我只是一人圈 我是一人圈 那又對 但是我想說 其實我都不是很認識 什麼人 是很注重 要 借飯祈禱 其實是 我以前 你以前 但我不會笑人 我自己會做 因為以前教育 就是 借飯祈禱 是見證之日 而事實上 我那時候 也是這樣 我在工作需要上面 譬如我要跟客人吃飯 他見到我祈禱 他就問 你是基督徒 其實我真的會藉著傳福音 其實我真的會藉著傳福音 所以我以前 我真的會很注重 其實 不過都很自然流露 都會這樣 習慣了 我不知道 但是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 是不是你以前 這樣 如果你沒有借飯祈禱 你就沒有機會 傳福音 你的意思 不是 你這個動作 是撩他問你 不是 你想一下 哪有個 那時候 當然 當時 最主要是 真是感恩 就是那個教導 是 後來 又說 你想一下 萬一 很好笑 這是我後期才知道 就是那些人 為何要教你借飯祈禱 原因就是 他說 如果當我基督徒 你全日都不記得祈禱 你起碼 一天有三餐飯 你都會記得 就是感恩 那就浪費 然後 當我知道了 這個 我就不會 我馬上覺得 沒有了 那種 原本的份量 我心想 為何是這個原因 後來 那時候 讀神學開始發現 所以在聖經裡 都沒有說這個 這些 這樣說法 不是 你一年364天 你都對你媽媽很差 但起碼母親節 那天你又帶她去喝茶 你說的 你說的不是一模一樣 對呀 說到整件事很賤格 對呀 這個不是一個正確的位置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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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不對 對呀 更壞 這個只有顯出你是一個不孝子 對呀 所以我後來知道 原來有這樣的說法的時候 我就覺得整件事有沒有搞錯 但是最開始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真的 就是覺得這樣 那件事有飯吃 不是必然 然後呢 另一個 角度就是 撩起人 對方 那個不信的人 就會 通常會產生好奇 會問你 通常都是的 所以就不是沒有存放音機 而是你撩他 他自己主要問你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我沒有資格說的 因為我不是一個 很注重要 謝飯祈禱的人 但是 我個人 我估計 我自己feel到 極有可能是錯 ok 我自己feel到 我覺得謝飯 有兩樣東西 對一些信徒來說 一樣就是 憑貝的影響 最明顯的就是 人做他又做 一個身份的認同 ok 另外一件事 就是對他來說 算是一個 成本不高的連膽 他覺得如果在那一刻 他 跟夫人剛才說的 見證了神 都是同一個想法 他在那一刻 好像真的見證了神 那樣 但是如果你跟我說 一個信徒的生命 如何去見證神 無論你怎樣問我 我都不會想到去謝飯 但是對於某一些人來說 他覺得 我在那一刻 我謝飯 很 embarrassing 我都做了那件事 我已經見證了神 我在那一天 我已經見證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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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一天 好像是 有多 embarrassing 那件事 謝飯有多 embarrassing 對某些人來說 對某些人來說 不是對我來說 我當面跟別人說 我經常看AV 我都不會覺得 embarrassing 但是你可能是 謝飯祈禱你會 embarrassing 可能 不會 你說 情人黨不看AV 這些都是你 在那裏做節目的時候說 我沒有試過在現場 聽見你這樣說過 那倒是 你見不到人的時候 你是最大的聲 那倒是 被複人踢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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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 好像做了一件很厲害的事 好像 我見證了神 好像很厲害 有這樣的機會 但其實是沒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是 沒有什麼 有些人喜歡謝飯祈禱 就謝飯祈禱 有什麼情況下 不可以呢 就是逼人謝飯祈禱 那些 我覺得是 是的 逼人永遠都是 但我都很久沒有遇過這些人 不過通常 不過也是 我本身就遇見很少人 OK 你不會遇到人 我本身就遇見很少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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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 哈 哈 敝天的圈子只能自傳 笑啦 OK 這裡呢 有人問 如果我不滿意 拍音視團的所作所為呢 嘍 不要啊 我今天準備了幾首歌 不如現在 twe Чтобы播歌吧 我不會有機會播放一下 我想追止這些問題 好 現在看看你的首歌 先休息一下,還有我鼻子很癢,我都要去抹罵臉 是啊,你剛才經常在房裡都沒事,你一做節目一會 要說話嘛 好,歡迎各位繼續收聽今晚的節目 已經去到11點踏4了,我再回答多兩題,今晚節目就差不多了 到了,到了,到頂了 剛才有一位聽眾說,Kent說有人是根據最後晚餐的祝者 如果有些人是這樣說的話,這個釋經是不對的 因為那些人在聖經裡面,我明白 有很多人是這樣應用聖經的,在聖經裡面耶穌做過一件事 然後他就說我又做 但是他這樣做也是selectively做的 耶穌吃完最後晚餐,然後他受死 不見你吃完飯,你就去死 所以他選你,對他來說是借飯祈禱 那樣東西是不申請的 所以這樣做就是不申請的 所以最後晚餐就是適合我們用 但是他死的話,做人不用去到這麼盡 所以對他來說,那樣東西是不申請的 這些才能申請的,其實都是很... 其實都是根據他個人的選擇 你要借飯就借飯,為什麼不?沒有人說你 我相信其實大部分除了有些很沒有幽默感 想搞笑的一些非信徒人會說你之外 其實沒什麼人說你 但是他又要有聖經根據,我覺得是完全不需要 我覺得是 Anyway 還有洗腳,你洗腳 也可以 這裡有個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不滿意影音視團的所作所為 我可不可以致涵向梵蒂岡教宗去投訴他 那你就投訴錯 是的 環蒂岡是天主教 你這樣說我不滿意影音視團 我不可以向釋迦茅來投訴他 不是說不可以 但是就 不是說不可以 我又不想說discourage你 但是理論上是可以 但是就 就好像 敲錯門了 就好像 對 對 另外 那題真的要夫人 這題我真的不懂 她說 人 是不是可以藉著 祈禱直接 與神溝通 如果有人問你,你會怎樣回答? 你的意思是你不明白 我要仔細問一下 她說 人是否可以藉著祈禱與神溝通 直接與神溝通 我的意思是我要問她 我知道她這句話 我意思是她問的向導是想問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問 我會問一下她 她會形容多些我才知道她問什麼 因為她究竟是想說她的經驗 她與神溝通不了 還是怎樣 這裡有位聽眾叫做CK Sir 他說有一天看到有個WWJD車牌的車 圍拍到上了行人路 你又不可以說她違反聖經 耶穌也沒有開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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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吹像那個人 我求其字免答 其實這樣很容易答錯她想問的東西 不過隨便 問那個人未必聽得回 人是不是可以 我不是按著神學的回答 我敗自己的經驗 其實祈禱就是與神溝通的途徑 所以她完全不明白 那是一個答案 又或者是 所以 所以 是 為什麼不是呢 我又不明白 我怕這個是一個答案 因為太直接 好像是 但是我又好像 昨天好像這樣答得太斜 但是我又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補充 所以她完全不明白這個問題 對 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都是一個答覆 我就想不到她這樣 對 你可以這樣說 對 對 我想不到她不明白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 對 對 好 那麼 這就說 夫人已經是圓滿地 圓滿地 圓滿地 答覆了這題的問題 OK 答完 OK 最後 最後一題 我就完全不明白她問什麼 但是 姑且讀出 OK OK,這裡就說,經常覺得你信耶穌說的話,還是信祂呢? 如果說祂的話,又何須了解祂呢? 或者這麼說,我們人類就是要信相道理 他這樣寫的 OK,我們人類就是要信相道理 耶穌說出來的道理,是道理就信,不是就不信,何須信祂? OK,何須信祂? 是的,括弧,這是我的疑惑疑矣 OK,如果我又說了這聲話,難道又信我? 什麼? 我是覺得應信的則信,不應信的則寫之 第二,我完全看不明白祂這樣,我看不明白祂問什麼 我不知道 什麼叫做耶穌說的不是道理就不信 請問耶穌是哪句,不是有道理,你也很膽膽 OK,他說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想這裡寫了很多字,寫到文咒就 但我相信裡面有很多字,所以我是弄亂了大龍 Jerry,他說這個問問題的人應該是喝醉酒,我覺得也不能夠排除這樣的可能性 好,所以就沒有了,沒有了,OK 好,那今晚的節目就來到這裡,我們最後...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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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ortus,阿龜龜,他說有嚴重乳癌,那位問問題的朋友 OK,好,那今晚的節目就來到這裡,那我們就聽兩首歌,結束今晚的... 是嗎?不是啊,11點半,OK啊,OK,可以接受,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是可以接受 OK OK,那麼,選歌,選歌,剛才我選了 我現在正在找歌